根据外媒消息 这些人士透露 欧盟将指控Google滥用市场垄断地位 在与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软件制造商签署的软件许可协议当中 优先推广自己的搜索和地图等移动应用 如果说Google被证实滥用市场地位 那最高可能会面临74亿美元的罚款 相当与其2015年营收的10%